欢迎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博克利音乐学院中国学生被指控跟踪 俄罗斯间谍组织通过新罕布什尔州住宅运送窃取的美国军火 泰伏斯大学因受炸弹威胁而疏散校园 麻州彩票大奖获奖者被判欺诈 雨雪天气可能影响周末波士顿地区出行 博克利音乐学院中国学生被指控跟踪 联邦调查人员表示 一名中国籍的博克利音乐学院学生肖磊乌 周三因威胁骚扰一名张贴反动海报的人被捕 目前这名同学被控非法跟踪 司法部调查人员称 10月22号晚一位身份保密的人士在 博克利音乐学院波士顿小区张贴了一张反动海报 之后几日 这名同学通过微信电子邮件和Instagram 对这名姓名保密的人士进行联系 在他的联系内容中威胁道 如果这名人士继续张贴海报 他将砍掉此人的双手 张贴海报的人是来自中国的美国居民 其部分家人还在国内 法院为这名同学指派了一名律师 非法跟踪罪最高可能被判处5年监禁 出狱后3年需要受监管 并处最高25万美元罚款 俄罗斯间谍组织通过新罕布什尔州住宅 运送窃取的美国军火 联邦官员宣布 一组由俄罗斯人和美国人构成的团伙 在秘密走私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军火 他们的走私途径遍布全国 包括新罕布什尔州一处民房 组织窃取的军火包括狙击枪子弹 和核武器的电子元件 目前抓获的人员 由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居民 阿列克西布莱曼和新泽西居民 瓦迪姆·伊尔摩伦科 同时在爱沙尼亚 一次一名俄国间谍也被捕 当局在他的住处搜查到总重 约375磅的美国军火 此外还有4人在俄罗斯被控 布莱曼的住处是武器走私的集散地 他和伊尔摩伦科两人 据信在交易后毁灭了文件证据 目前没有律师替两人发声 泰弗斯大学因受炸弹威胁而疏散校园 周三 在收到炸弹威胁后 泰弗斯大学Metford Somerville校区疏散了校园 泰弗斯大学警方和学校紧急管理办公室 在下午3点40分左右宣布 三个校区建筑物需要立即疏散 疏散的建筑物包括一栋新生宿舍和校务大楼 下午4点25分 人员开始返回建筑物 疏散校园的起因是 Tarves大学多样性办公室 收到一封邮件指责学校歧视白人 邮件称一个由不同种族构成的组织 在校园内的几处建筑大楼和Rainbow Steps 四处建筑物内安装了炸弹 校园官方称没有在这些建筑物内发现炸弹 目前威胁者身份不明 Tarves大学正在考虑与当地警方合作调查此事件 马州彩票大奖获奖者被判欺诈 Watertown一对父子被判彩票欺诈罪名成立 阿里贾法与尤瑟夫贾法父子 在2011到2020年间兑换了超过 14000张中奖彩票 并兑换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金额 控方表示 被告人通过为获奖者兑换奖金 来帮助中奖者免除兑奖税 上周陪审团认定贾法父子欺诈IRS 洗钱和谎报税收罪名成立 上个月贾法另一名儿子已经认罪 三人都将在明年入狱 三人最多将面临20年监禁 雨雪天气可能影响周末波士顿地区出行 周五 新英格兰地区将受沿海岸移动的风暴天气影响 遭遇雨雪 受地气压的影响 麻州东部沿海地区会遭遇降雨 然而不能排除波士顿地区于周五降雪的可能性 在乌斯特以西和以北的地区降水很可能会形成降雪 布克什尔 麻州北部和南部地区 新寒布什尔州中部地区可能遭遇较厚的积雪 在沿海地区风力可能增强 但不会造成恶劣影响 周五晚 风暴天气将离开波士顿区域 周六天气会逐渐转情 大家好 我是迪想 为期十周的波士顿电影学院全能电影人训练营终于结营了 今天请随着我们镜头一起来感受一下学员作品展映会的盛况吧 12月10日 全能电影人训练营结营仪式继学员作品展映会 在波士顿电影学院隆重几时 这是波士顿电影学院推出的第四期训练营 从第一期的表演训练到第二期的音乐电影 再到第三期的最少年第二期栏目制作 波士顿电影学院的学员们逐渐掌握了 从台前到幕后的全方位的电影制作机器 我们电视台也好 我们电影学院正需要你们年轻一代 去来继承我们的这个事业 长江后浪推前了 这个项目特别好 在波士顿有这么好的机会 学习电影是非常难得的 你在这里学到的这个东西 这会儿会陪伴你一生 我看到真的我很震撼 我特别真的内心很感动 看到这些年轻的小孩们 他们拍的电影已经像不像样了 我觉得真是 unbelievable 对吧 而且也为你们的家长的选择感到很高兴 在学员作品展映会上 每位学员都展映了自己的个人宣传片和个人自选主题的作品 在将近两个小时的展映会上 共计播放了27部学员作品 到场的嘉宾和学员家长们看得意犹未尽 无不为学员们独立完成的作品而感到惊喜和震撼 本期全能电影人训练营首次开放了亲子培训模式 使得学员年龄跨度从7岁至50岁 学员作品形式涵盖了广告 MV 微电影 纪录片 专题片 旅游片 教学片 美食片 宣传片等众多类型 在为期十周的全能电影人训练营课程中 学员们学习了整个电影制作全流程的各个技术环节和技能 包括从前期的选择策划到中期的出演和拍摄 再到后期的剪辑制作 学员们纷纷表示从中获益良多 然后感谢李导和陆璐老师 让我用了一种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 我们也是参与了第四期的老学员 所以每一次都有很大的进步 这是我最欣慰的地方 就爸爸妈妈有的分享给老师了 然后有的被自己的学校 包括被拍摄的这些机构呢 已经放到自己的官网上 去推广极我了 对他们都觉得哇很棒啊你能做成这样 说一实话我没有看全过 这是第一次在这看全的 效果很震撼 我确实感到非常的骄傲 as you don't see yourself to lock yourself in a qlipko from 9 to 5 job you know because as a as pernium as a journey on the bro so you join out of business that's why just go and create it 李岛跟陆陆老师有一句话 叫做这个得视频者得天下 这个对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这个在很多那时候 大家把它当成一个技能的培养 实际上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技能 它这个更多的时候呢 是一种跟生活 观察生活 感受生活 最后去分享生活的这么一个经历 然后这个也 所以说这是对一个人全面的提高 我当时不是脚尽脑子想着做什么 然后李西导演就跟我讲说 你就是个超级辣妈 你就做美容方面的 你就这么爱美 你怎么保持年轻的 我说好吧 结果做成了直播带货 所以我好羡慕你们 有时间可以来 这期小孩子看他们长大 实在开心 所以你每一次有什么活动 年轻人我一定要来 我本来这期是 因为之前一直送两个孩子来这里上课 然后这期呢 刚好看到我们的宣传 说家长也可以报名 然后我就想来当一个旁听生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很有意义 很有收获 也特别感谢李导和陆陆老师 并且希望在下一部作品中 能够完善自己的不足 更多的用镜头来表达真实的自己 部分优秀的学员作品将由波士顿电影学院推荐参加各大学生电影节 期待他们的作品登上领奖台的那一天 那么我想这个片子不光是今天我们看了会很激动 五年后十年后二年后 甚至当他们自己也做了父亲母亲之后 他在看当初自己的作品 那我相信这才是一份宝贵的岁月留给我们的礼物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来做全能电影人这样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初衷 我们不仅仅只是拍电影 我们实际上就是拍自己的生活 然后因为我们很少有时间去审视自己的生活 去回味自己的生活 我们过得非常匆忙 有时候过得非常的狼狈 非常的焦虑 但是当我们能够用心的去做件事情 而且把这个东西用镜头沉淀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才是人生 每一天都不能浪费 每一秒钟都不能浪费 来感恩我们遇见的每一个人 那么怎么去表达我们自己呢 就用镜头 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技能 所以我非常感谢所有的学员和家长 以及今天来的每一位嘉宾 能够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个似乎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今天看我依然就像我第一次看到一样 依然会很感动 很为我的学员们感到骄傲 所以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你们的光临 我们下一期再见 所有学员的作品都将在我们波士顿电影学院YouTube的官方频道播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次更新不错过 我是李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感谢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美四一美 用高科技仪器和科学方法 祝您达到青春健康的美 开业筹宾 新客不响八五折